光复带租屋顶设备租赁啥啥的分不清楚 作为一个代理商 我不知道到底该代理谁 我不知道到底该跟谁合作 第一呢就是谁掏钱谁都说了算 设备租赁租屋顶那边掏钱的 他们要怎么安有什么要求 是他们说了算 你也得听人家的 第二就是说 未来25年还有什么样的责任 租屋顶也好 金融性租赁也好 你未来25年你是不能拆 不能卖房子的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很多老百姓其实忽略了这一点 咱们代理商也要提醒 第三呢 电站的产权到底是谁的 全款老百姓买的这个电站 这肯定是自己的 光复带其实也是他自己的 但是你要对银行承担这个还款义务 设备租赁租屋顶整线推进 产权是人家的 第四呢就是说 几方参议整线推进 咱们觉得哎呦量也大 价格也合适 这马上就去跟人家签合同吧 后来你发现 除了投资商下面还有一个总承包 总承包下面还有个封包商 封包商下面还有一个村 一个片区的这种小的封包 你会发现从你到人家总同包下面五六层 其实这每一层都要赚钱的 并且大部分都比你赚的多 所以利润到你这就没多少了 还有就是说整线推进 它是按照这个整个区域统一并网的形式 电子周期又长 这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风险在哪 实话说咱们干任何事情都有风险 别不要听他们说 哎呦你跟着我们干 你也不用承担责任 你得交保证金吧 然后你得完成人家的量吧 然后这么多的施工队 他们有一个人身安全责任 你得承担吧 和老百姓的沟通 如果老百姓这边变卦 你前期的工作 是不是就打水票了 其实这都是有风险的 所以代理商朋友们 弄清楚这五步 你再根据他们条件 算这个详细的账 我到底能赚多少钱 我做这个合适 还是做那个合适 然后我的施工队量 够不够这么大 相信我们干光服 我做这个合适的账